勞工署在3月的时候 推出恒常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原本在9月30日截止申请 政府在礼拜三宣布 申请期延至12月31日 方便更多企业和青年参加计划 而计划实施以来 截至8月31日 共有220间企业 在计划下提供2,069个职位空缺 并且有333名青年获聘 劳工署表示 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 都有业部的企业可以参与计划 企业需要以不低于月薪18,000港元 拼请合资隔青年 并派出他们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政府会按每名授拼青年 向企业发布每个月1万港元津贴 为期最长18个月 参与计划的青年必须为香港居民 并于2021年至2023年 获颇学士或以上学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